11月2日晚间 前恒大购物团成员 at林丹丹安费发视频称 自己是在2012年 经过正规的面试和严格的专业考核 入职到恒大购物团 2017年 因个人规划原因提出调离 调离原因跟任何人无关 期间也未担任过恒大购物团团长一职 也没有七八百万年薪 当时在团内的工资是八千多块 网络传言均不属实 目前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近段时间 恒大购物团相关消息引发舆论关注 据红星新闻此前报道 前恒大购物团团长白珊珊 10月30日发布视频表示 遭遇无数网络谣言攻击 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舞蹈从业者 并未做过跟工作无关的事情 至于网友议论的房 车 工资 都是有备案和记录 假的真不了 真的也假不了 白珊珊还表示 舞蹈是一生的梦想 自己的工作尽心尽责 努力拼搏走到今天 并不是让那些无知的人拿来诋毁的 在恒大集团官方公众号中搜索 恒大购物团发现 最新的一篇相关的动态 是2020年1月13日发布的 其中提到 恒大新春晚会即将盛大开言 该晚会是由恒大集团主办 恒大民族歌舞团 承办的大型工艺文艺晚会 在这篇推文中 也对恒大歌舞团进行了介绍 资料显示 恒大歌舞团成立于1999年 是世界500强企业 恒大集团 清历20年打造 及民族舞蹈 民族歌曲 舞剧创作与演出于一体的 大型专业艺术团体 其查查显示 广州恒大民族歌舞团 有限公司 曾用名 广州恒大歌舞团 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1年1月11日 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为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包含 营业性文艺表演 文艺创作服务 群众参与的文艺类演出 比赛等 公益性文化活动的策划等 其查查风险信息显示 该公司存在多条股权冻结信息 被执行人均为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冻结股权数额200万 值得关注的是 年报信息显示 该歌舞团2022年参保人数 已降为0人 而2019年 最高参保人数为78人 搜索恒大集团官网发现 早在2011年6月27日 恒大集团举行的 中外记者交流酒会上 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 就曾提到恒大歌舞团 2012年11月27日晚 广州足球双冠庆功晚宴 在广州香格里拉酒店隆重举行 整场庆功晚宴 由广州市政府主办 文艺节目由恒大歌舞团 全面负责 倾情演出 2013年11月9日晚 在广州恒大 夺得亚冠冠军的盛典上 恒大民族歌舞团 也进行了演出 广西艺术学院 于2020年9月发布的一则 广州恒大民族歌舞团 有限公司招聘信息显示 恒大歌舞团 招聘舞蹈演员20人 学历要求本科级以上 薪资待遇 为8000至9999元 中文字幕作者 李宗盛 不灭 记者 李宗盛 有限度 有限度 政府復活人 促复一 感谢观看